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这样就是会疼 现在这样就疼 这样多久了 有几年了吧 是24小时都在疼 使劲的时候会疼 放松的时候不疼 这样他讲完就带进一个概念 因为他已经好多年 可以确定这个不是组织受损 踏出尽伤 对 因为如果是组织受损 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早就应该组织 是我组织好了 是是 那现在他处经伤 有时候不会经过时间长 他就会改善 所以这个他处经伤是需要处理的 好 那我们现在处理一下 他这里痛 但我们绝对不能在 他这一节痛的地方处理 那我们就往上找 我们就在这里找到他的经 这里会不会痛 这样痛是吗 对 那这一点疼吗 疼 也是疼 这里疼吗 也疼 也疼 这里呢 好一点也疼 那这样说来他的疼 就是从这里这里这里 好长的一段都在疼 那这一段都是他的问题 这里都很疼 对不对 这里最疼是吗 对 这里最疼 好 好 那这里疼吗 这里疼吗 这里疼 这里疼 嗯 我看这一点是最疼的 对对 好 我觉得 有点好 好 这样我们就算处理完了 现在让这位女士感觉感觉 好 嗯 不疼了真的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那我再跟大家观众来说明一下 这里他疼在这里 但是我处理这里 他虽然已经好多年 但是这里的病就是我说的 隐子 感觉哪里痛就是隐子 那我一定要找到本尊 这个就是他处经商 也就是本尊 那把本尊处理好 这个隐子自然会消失 嗯 所以他处经 这个是属他处经商的 啊 原理就是这样 哦 那这位女士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现在给我揉好了 会不会回家以后 或者是一段时间以后 还会再疼啊 那以我们这个这一套 我们来看 嗯 这里一定要跟患者讲 他现在揉松了 他会不会再奔回来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 不能握拳跟出力 不能握拳和出太大力气 对 如果他不断的一直这样做 那这个显然这个筋还会饶损 哦 所以他一定要注意平常的动作 尽量不要握拳出力 嗯 那平常如果还可以的话 再热敷 那筋整个就松了 哦 那这样病就可以达到完全根治 这个放 我觉得放个热水袋就差不多了 啊 也可以这么说 哦 放多少时间呢 放多少时间 这个可以 像你这个不是很严重 嗯 放个 哦 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 嗯 那早晚各一次 那这样他整个筋就会松掉了 张医师今天给您揉 您学会了吗 大概也差不多 差不多哦 对 对 自己也经常揉一揉 是不是 对 如果照理这样 如果轻微有时候一两次 就可以完全全移 哦 如果他感觉还有怪怪 他自己在按一按 他也可以立即消失 哦 所以最近能写字吗 如果你写字的话 如果写字就是握前处理 这个动作短期间尽量避免 哦 如果握的时间久了 这个筋又会崩回来 那还是会痛 这一段时间 您就电脑打字比较多一点 尽量不要用手握 你写的太久 鼠标什么的 尽量少用 少用 尽量少用 对 或者是您 这样就可以完全 让这个手休息好 好 谢谢您 谢谢您